医生 情况怎么样 我妈怎么样了 你母亲有严重的冠心病 心脏静脉已经要被血栓阻塞了 她现在的情况很危险 最好能做手术 可我们这里治不了这个病 你最好啊 还是带你母亲去市里的医院吧 你们去办下手续 然后给我们签个字 咱们家现在已经没有钱了 钱都给妈治病了 现在怎么办啊 哥 怎么办啊 妈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啊 别哭了 不哭 不哭了啊 不哭 不哭了 别哭了 你要相信哥 你去帮妈办住院手续 你要相信哥 妈肯定没问题的 快去吧 去吧 喂 喂 林肖 喂 谭月 可以借我五万块钱吗 出什么事了 你要借这么多钱 我妈生病了 我妈带了冠心病 现在在医院里急需手术 做手术 你们现在在哪儿 我在县里的医院 县里的医院怎么行呢 这样吧 你带你妈去我们雄大医院 别耽误了治疗 可是我 我没有钱送我妈去那么好的医院啊 钱的事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来帮你解决 你现在马上就过去了 我现在也过去 谢了 兄弟 喂 方院长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朋友 她母亲得了冠心病 要做手术 她现在在来咱们医院的路上 等她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多照顾一下他们 你的帅哥男友又来接你了 是啊 帅气又体贴 你好幸福啊 就是啊 你就别夸她了 再夸她就飞上天了 好了 明天见 那拜托了 拜拜 拜拜 喂喂 刚谭月给我打电话 说她母亲得了冠心病 我得过去一趟 不能陪你回家了 住院了 那 严不严重啊 反正听她的口气 挺严重的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你就别去了吧 你不是还要赶文案吗 你赶文案那么累 就早点休息吧 文案 我晚睡一会儿不就好了吗 谭月不是你朋友吗 那就是我朋友啊 他家出了事 我能不管不问吗 赶紧走 妈 快到了 没问题的 妈 妈您没事 这里面不能进去 家属只能在外面等 谢谢您配合 你们也不要太自责了 这家医院的设备 还有医生都是最好的 你们不用担心 阿姨肯定会没事的 谢谢你 兄弟 这钱以后我一定会补上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些 医生 我妈怎么样了 病人暂时脱离了危险 幸亏送来得及时 再晚来几分钟 后果不堪设想 一会儿啊 我们会安排病人住院 先观察调养一段时间 再说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不用谢我了 谢谢这位林公子吧 谭月 那个我先帮阿姨看看病房 你们就先在这里等我吧 那医生 我能进去看看我妈吗 好啊 跟我来吧 谢谢医生 林公子 林香 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咱们兄弟就别说这些了 阿姨没事才是最重要的 林香哥哥 这回 谢谢你了 不用谢我 我和你哥哥都是好兄弟 这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 明天我蹲些汤给伯母送过来 恢复期营养一定要跟上 谢谢你 薇薇 你别太担心了 伯母一定会好起来的 你们也忙了一天了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 这里有我和谭心呢 你们俩可以吗 没问题的 反正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 好 那我们走了 我送你们 谭心 你要困了 就去旁边房间休息一下 里面事实很齐全的 好 谢谢林哥哥 好好照顾你妈妈 我送他们一下 陈总总 对了 这两天跟我去天津 去天津 见几个客户 陈总 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陶渊家出了一些状况 我帮他请个假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他母亲突然冠心病犯了 要不要紧啊 需不需要我帮他找医生啊 放心吧 手术已经做完了 现在只需要休养 医院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就是希望您批准他一个礼拜的假 没问题 你别什么一个礼拜不一个礼拜的了 你跟他说 让他安心地陪妈妈 这样吧 我打电话亲自跟他说 好 喂 陈总 你家里的事情 我都已经听说了 如果有什么困难呢 你跟我说 别客气 那太感谢您了 陈总 那个 我那个嫁 这个你不用担心了 你就安心地照顾你妈妈 等你妈妈出院了你再回来 工资那边我会跟财务讲 让财务照常给你发 你要是急需用钱的话你跟我说 我都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那个 那个陈总您放心 等我妈妈病好以后 我一定回来上班 我立刻就回来 医院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您放心 那就好 那祝你的妈妈早日康复 谢谢陈总 好 那就先这样 你小心点 别把手卸着了 没事 妈 没事 放心 妈 吃苹果 你吃 你吃 你吃得好好吃 是什么 为什么 你吃得了 对 是 你就吃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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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过咱们去黄山吗 要不咱等你病好了 咱们就去黄山 我啊 还有谭心啊 再帮你找个好儿媳妇 咱们一家四口啊 一起去爬黄山怎么样 就我这身体哪怕她痛啊 这不是有我跟谭心的吗 背您上去 行 行 那我就等着这一天 放心吧 妈